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每日新闻封面报导 2023年公共卫生及烟草产品管控法案 原定是昨天提成到国会下议院二读 但是突然被窄言 卫生部长扎丽哈解释 这是因为当局想要透过 MySagetra手机应用程式 先收集民众对法案的意见 询问民众 是否同意吸烟和电子烟会危害健康 以及是否赞同密法管制吸烟 那卫生专家则在新塔侠时报的访问中点出 电子烟不但无助于戒烟 而且时髦的包装 加上烟液内的高容量尼古丁成分 反而会加速让年轻人上瘾 因此呼吁政府尽快通过禁烟法案 另外南洋商报封面专访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张友杰 他认为政府重启消费税 是百利而无一害 因为消费税在全球160个国家带来的税收 占总额的三成以上 比目前只有11%的销售及服务税更合观 因此他建议政府通过消费税来提高收入 以便政府有更多的资金 推动社会福利和提高产能的政策 是的虽然专家是认为 政府应该重启消费税 不过财政部前部长林冠英就认为 应该暂缓落实任何新的税务 而是专注增加发展支出 他为2024年财政预算案向首相拿督罪安华 提出两项建议的信函中表示 目前全球环境不稳定 经济增长备受挑战 因此政府必须照顾中小型企业 除了将公司税降低到两成 也应该展颜未上市公司的资本利得税 而为了确保国人的薪资水平 在2030年达到4510令吉 林冠英也建议最低薪金提高到2000令吉 他也再次促请政府 在槟城设立金融特区 借此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提振北马经济汇集全国 另外明天就是提成财案的日子了 那政府就表明明年的财案 必须专注于削减津贴 不过马华副总会长拿督刘亚强 就促请政府 针对性补贴不能一刀切 尤其是不应该直接削减 T20高收入群体 以及M20中等收入群体的补贴福利 刘亚强认为 政府需要关注如何有效落实针对性补贴 确保各阶层有需要的民众都能受贿 另一方面他也建议工程部 再次推出20万到50万令吉的小型工程项目 刺激市场活跃 以及采取针对性税收激励措施 延长绿色所得税和绿色投资所得税 破免措施 和林冠英不同的是 刘亚强建议政府重启消费税 以便减薪金字塔市税收结构带来的问题 关注了我们本地新闻之外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 早上时段 北马霹雳吉兰丹和登加罗会有局部转雨 雪岸鹅沿海一带也会下雨的 纳敏沙巴内陆和陡湖会下雷雨 其他地区是放晴 但是午后全国各地又是雷雨天气 东西马所有周暑和直辖区都会下雷雨 尤其东海岸 雪龙还有森美兰 以及沙巴斗湖和山打根的雷雨 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北马霹雳河沙院梅里 明都鲁河木礁晚上也会下雨 全国只有布城 马六甲和若佛晚上是放晴的 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4度到33度 了解 难兴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